現在講多個Live 上次答應了你們考試前出門口 我女兒會用什麼 如果你看到我的照片 我女兒考試前出門口 其實那一早就會吃早餐 我女兒通常會吃少許麵包 其實我最贊成人吃的早餐是香蕉 因為它有氨基酸 營養物質是一個whole food 我比較喜歡小朋友 早上吃香蕉 但她有時候會選擇麵包 都沒什麼所謂 其實我沒什麼所謂 通常她考試我會起床 如果她不考試我會繼續睡 她考試的時候 我會有一包零下紅 其實那一晚我已經放在桌面 她有時候未必會馬上在我面前喝 她會坐車回學校時一邊喝 為什麼要加零下紅呢 零下紅 如果你有喝開零下紅的人 她會比較提神 因為她有足夠天然的果糖 不知道大家習慣不習慣喝零下紅 有很多人喜歡早上喝零下紅 但我倒轉 我喜歡三點三喝零下紅 因為可能我的腎不太好 那時候我的腎經是比較弱的 我很喜歡三點多 很睏到五點 我真的睡得著 如果我在公司 如果我真的眼睛睡到 我真的做不到工作 又不是那麼多人 我就會躲在美容床上睡 真的睡一小時 晚上就很精神 但如果不行的話 我就會喝零下紅 我會覺得那天我會提神 和醒老了 你記住小朋友 很多時候 在眼睛睡的時候 她是沒有心機的 你不要說小朋友 媽媽經常跟小朋友說 她不集中 你想想她晚上睡 11點睡 可能是第二天7點 就起床 或者6點幾 要起床 你睡的時候 你未必一睡就入睡 有時候都會等 一個小時左右 才進入深層的睡眠 其實她睡得不夠 不夠 你又怎麼有心機做事呢? 大人 你要知道 一到世界杯的時候 人家的生意就說差一點 為什麼每個都要洗世界杯 天天就睡覺 或者是中 或者有時候累到 你連想也不想想 我也會的 所以提神 對於那一刻來說 是很重要的 我呢 就不單止 考試給她喝 其實媽媽好笑 考試那幾天才做 其實你溫習的時候 已經要做了 因為那小朋友 輸入的時候 是需要一些 例如去補習社 或者去操卷班 她都要輸入的時候 她都要有精神狀態 才可以輸入 如果她沒有精神狀態 她的軟件 硬件都沒有 那你怎麼去做呢? 所以提神是很重要的 所以她溫習的時候 甚至我女兒的補習的時候 或者她去考試的時候 我都會給她一包寧夏雄 你喜歡樽裝也可以 你喜歡包裝也可以 寧夏雄的starter kit 真的好划 你問我現在還有150元的Q本 那你是1495-150元 那你有兩瓶大的零夏雄 我算是喝25天的 那還有一盒的零夏雄 那她都差不多喝兩個月 那其實我是覺得 比喝補抗力的 就是你喝補抗力 你現在都十幾元支 十二三元支 那又沒有益 其實補抗力是葡萄糖 加少許鹽而已 那你這個最低限度 它有抗氧化劑 然後呢 它可以令到她的血 血球彈開 然後亦都可以補到血 那我覺得這個是 有很多很多好處的 那增強免疫力 那這個我覺得很划算的 那我家是一個月可以消耗 三盒零夏雄的 那有時候我女兒會拿兩包來喝 那我也有去喝 那她也不是經常喝的 那如果你喝兩包 就記得多喝點水 OK 另外 那我呢 我會給Mind Rice的 又是了 不是考試才吃的 是平時才都要吃的 不會有特別的 就是那些人會覺得 吃了這些東西有沒有改變呢 特別興奮一點 不會的 一百個人都沒有一個會興奮 但是你要明白 這是身體老的必須要做的東西來的 它是必須要吸收的營養來的 就是等於你吃了一個橙 你不會說吃了橙之後 我特別不同了 我的臉色白了 不會的 橙的維他命C 是你經常都要用的 就是用完就要補充的 是不會有特別的 不過問題是 如果你是必須要的維他命 那你就會令到你 譬如 身體的緊緻度 皮膚緊緻度會好一點 你的抗氧化的能力高一點 那這些是你必須要的維他命來的 是不會有特別的 包括Mind Rice 都是不會有特別的 不過 在腦細胞的粘結的水梢方面 它是可以令到它 包多一層 那包多一層的時候 你就可以免除一些 譬如 一些病毒 或者一些細菌性的東西 傷害你的腦細胞 譬如有什麼傷害我們的腦細胞呢 微精 他們每天都會吃到微精 薯片有110種微精 薯片有110種微精 其實薯片好吃是因為它欺騙你的腦 那它就覺得好吃 例如公仔麵 還有一些最毒我們經常說的 那包麻油 但如果你七千一丁 不吃那包麻油 那有什麼好吃呢 甚至乎一些炸東西 我就算不讓我女兒吃 我女兒也會從糖 香口膠 是其他同學給她吃 我記得我曾經 跟她去買一些東西給她吃 我問她 千千呀 你想要什麼零食 媽媽 你那些不是零食 我買餅乾 其實餅乾也是防腐劑的 她已經覺得 餅乾媽媽你那些不是零食 那些是零食 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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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就開始覺得 原來 就算我不給她 在一年級的時候 在身邊 其實有很多人 都會不停給她 冰糖 當然我也是盡量不要給她 但是她也是 因為她沒有 她更加肯吃 可以嗎 這些傷害 其實對老細胞的發展 都不會很理想 其實細胞細胞之間 是可以做一個互補和連結的 就是說如果 我當我們說話的細胞 在獵頁那裡 說話是不厲害的 但是其實 我們的視覺區的細胞 是可以做一個互補的作用 跟我們的腦 如果你的腦細胞的連結做得好 有人是試過眼睛看不到東西 但是後來 因為她的腦細胞是互補的 其他的細胞 就代替了眼睛的細胞 去做看到東西 令到她 所以 在腦細胞的連結方面 Mindrise是做一個很好的角色 還有在腦細胞的保護功能方面 所以 不會有很特別的反應 不過你會覺得 長遠來說 對小朋友也會好 那麼大人吃有什麼好呢 譬如我們吃了之後 你會感覺到你自己 沒有記性 或者是斷片 什麼叫斷片呢 原來斷片是在這個區 我有一個 腦細胞的圖 是有什麼問題的圖 就像這個地方 即時的Working Memories 是忘記了 好像在這個區 那你就會 譬如我叫我的同事 幫我做這件事 但我去到她去走三步 我就會覺得 咦 我出來幹什麼呢 經常這些斷片就會發生 但當你吃了My Rice Omega Drice 其實她的斷片情況 就沒有那麼容易發生 還有 人轉得快不快 即是 直的 那樣東西 大問題是 回頭來想想 那樣東西 她可不可以做得到這個訓練呢 都是一些 營養的支援 都是要的 除了思維模式之外 營養的支援都很重要 那 腦不是需要很多營養份 但其中一種有 就是Omega 3 一些好營養份 Mirine 和Omega Drice 都會有 那另外 就要看看你自己的小朋友 究竟 可以做 發生什麼事 那我呢 我給你一項十休膏 看看 我桌面本來有兩瓶十休膏 現在連一瓶都沒有了 十休膏裡面其實就是一個 Bring Power 加了些Citrus Fresh Rosemary 這樣的膏 但因為它有些檸檬味 我女兒就不肯塗Bring Power 在她的身上 因為她怕別人聞到她的味道 就說她有大股味 她就不肯 我通常用十休膏 我會塗印糖 我教了很多次了 其實所有 配合腦的功能 其實都是塗了幾個位置 你不需要太擔心 那就印糖 然後我就會塗白會 塗後尾枕 有些人就按摩了 那你就大力吸 讓它吸好一點 聞到它 在前壓頁 讓它感受到 這個就是我們用十休膏 它有香香的味道 但我仍然會不放過它 考試 我很怕它會有careless mistake 因為太心急了 我會把Focus Oil 即是坐定定的精油 穩定的精油 塗在腳底 我脫掉它們的襪子 我會把這三個精油 一比一 我會塗在腳底 特別按摩一下腳趾 因為腳趾是我們 反射頭的軀 所以我會塗在腳底 還沒塗上 我會塗一點Brain Power Brain Power 讓它更清晰 按在腳底 整個腳我會塗這三個 就是Focus Oil 然後我的腳底 我會加Ring Power 按在腳底 然後再穿一對襪子 這樣就沒有味道 如果考數學那天 我就多滴一滴 在Clarity 在這個位置 讓它清晰一點 一滴 它整個人都沒有味道 這就是我考試前的用法 但其實大家都會見過我 溫習的時候 我都會加Ring Power 我女兒也教過 所以不只是 浪急那一刻 才會用精油 是早一點用 如果你真的沒有試過精油 你可以PM我 我真的會教你用 還有就是 你那個 我想告訴你 如果暑假用 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因為你又來一個新的學年 去者而去 我經常都說 過去就過去了 我們就忘記它 也不要罵 因為你問我 其實他們是想讀好成績 但是他們不知道 怎樣去拿到好成績 而且他們拿不到好成績的滿足感 我小時候 其實我是被人早一年入學的 我媽媽就早了給我讀書 那我在讀書方面 其實我不是 我是不知道 原來你們 你們究竟是這樣讀書 原來你是要背了它 或者原來讀書厲害 是你們覺得這麼重要的 還有有這麼多獎賞 我小時候是不厲害讀書的 因為我都不知道你們想我怎樣 所以我就每天在夢遊 到18歲的時候 我就知道 原來你們要我這樣背了它 就會拿到這樣的分數 原來這樣的分數 就會有這些這些人稱讚我 那我18歲就開始讀書 讀書的時候 我就捲了 我就拿98分回來 有得讀的科目 原來你們這些人就是要這樣 所以其實有時候 是她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的心理質素 要幫她們說 為什麼她要這樣做 做了有什麼好處 還有小朋友很多時候 不懂自己安排時間 我女兒也是的 我女兒 譬如現在 楊琴開始準備表演 我們準備表演的時候 因為我們每天都要錄一段 就放在WhatsApp群上 給指揮看看 究竟她彈成怎樣 你知道她考試 我就回家看她 她不考試 我當然在公司做回我的工作 因為太多客人 我還未跟進 我當然要跟進 是我公司的客人 跟進了我 我就晚了 譬如我晚上9點半才回家 她經常跟妹妹玩一會兒 然後我提了她彈陽琴 她又忘記彈 到我回來的時候 就彈兩下 錄音就算了 其實她就把焦點放在她看書 她就全天在看書 她就不去彈琴 但那一晚我就抓住她 我就要解釋給她聽 究竟你的第一項目是做什麼 做完那些事先去看書 好了 星期五 星期三去看書 到星期四 她就回家自己去彈琴 她彈了兩個小時 跟著 就做好自己的事 她就準備今天 她已經安排好自己了 就去了Donna依依的家裡 睡覺 明天就去風飯 所以你一定要給點時間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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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要很多時間 其實她才會說多些事情 給你聽 有些小孩子是要時間的 那我的大女兒 就是要時間的 那種 我小女兒不是 我小女兒 一見到你 就說說說說說說 所以不同的小朋友 都有不同的方法 所以 遇早一點做媽媽 不要再問那一刻做 所以 如果你問我 如果你這個學期的成績 不是你理想的話 就 暑假是你努力的機會 暑假就追回她 不要太放 追回她 而且很開始用精油去支援她的腦部 和身體健康 那就會好很多 那好了 有人問我問題 Juliana 你問我 Omega Drice 和My Rice 有什麼分別 Omega Drice 裡面的主要成分 都是Omega 3 Omega 6 裡面 也有精油 還有 Capsule 要看你的小朋友 肯不肯吃軟 因為不能咬 除非你很小 給魚油去吃 那一顆魚油 是可以腥溫溫的 吞進去的 我女兒就是 很小就吃魚油 你有沒有看到小孩子 放一顆魚油 整個口腥味 是可以的 這些是很小的 我女兒都可以的 但是 這個 Mine Rice 有什麼好處呢 它很高的抗氧化劑 有一種 堅果 和棗 堅果 是 Omega Drice 是 Omega 3 和6 做得很漂亮 很高成分 另外 它的果泥 是很高抗氧化劑 它也有 裡面 有 Q10 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其實我有一集說過 Omega Drice Mine Rice 如果你看過Mine Rice 那你問我 Mine Rice比Omega Drice好 不過Mine Rice的價錢 就會比較高 而且Mine Rice 真的喜歡那種味道 上一批的Mine Rice 是甜一點的 這批的Mine Rice 是 是 Nux的味道 是Nux的 因為它裡面改了方法 多了這個 多了這個 那個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我忘記了 有一個堅果 堅果 那樣的 是多了Nux的味道 好像開心果味 沒有那麼甜 那你就要買一個 給你小朋友試 不過你不會怕浪費 因為 就算他不吃 其實我們帶人吃 都是一個很棒 很棒 很棒 曾經有一個 例子 就是有一個 Diamond的直銷箱 那她的婆婆 就是有一個 記憶失調的一個病 不舒服 就是記憶亂了 失調了 那她給了Mine Rice 去吃的話 給了一個禮拜 很明顯她的記憶 記憶的恢復是好很多的 記憶的恢復 那什麼都值得 是不是 記憶恢復 所以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都贊成你們吃Mine Rice 但Mine Rice 就是美國貨 那你就要自己 在美國的網站訂 或者 你就 你儲了D.R分 你的D.R分 去換回來 那你就值得 所以Mine Rice 也是不太好的選擇 另外 有人問我 就是 小孩子 我贊成吃Mine Rice 說真的 如果你消費得起 十憂高 會不會再做 十憂高 我想暫時不會再做 十憂高 你會參加我的workshop 我們私下的workshop 就會做 如果不在大圍的workshop 我想 八月我不知道大圍的workshop 但是七月定了 我自己私下的workshop 就不會做十憂高 私下的workshop 也會針對 我在YL的workshop 也會針對 在減肥方面 比較多 因為是夏天的季節 大家好 所以 不會做十憂高 如果你參加我私人的DIY Party 就有機會做 我們六月二十三日 有一個私人的DIY Party 七月未定 但七月十四日 我也有一個 七月十四日 有一個挺好玩的親子活動 我們會是親子的教精油 手偶教精油 兩個卡通人物去講精油 我會送兩個手偶給你 一個是媽媽 一個是小朋友 這是我們七月的重頭戲 到時公佈 詳情 因為 還未寫好 六月二十三日 下個禮拜一個 好嗎 今天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你們的觀看 我很希望 如果你們有什麼 想我說的話 我儘量在我的Live 介紹給你們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